好,我们继续看啊 刚刚给大家讲了一些这个MP24基本的一些概念 大家对MP24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那对于它的标签怎么样去做分发 怎么样形成,怎么交互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重点讲MP24的协议 叫LDP协议 LDP协议是MP24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控制的协议 形成标签转发标签和分发标签的 那有了标签转发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如何生成标签呢 MP24中有多种方法来形成这个标签和分发标签 其中一个就是LDP LDP叫Labor分发的一个协议 对吧,dispution protocol 是一个动态生成标签的一个协议 记住,它跟我们的动态路有协议一样 它跟我们的动态路有协议一样 它是用来动态的形成标签的分发标签的 那具备几大要素 报文或者叫做消息 邻居的自动发现和维护机制 一套算法 根据信息计算结果 只不过前者计算的是路由 后者计算的是标签 这些几大要素 我们后面还会去讲到它的一个概念 我们先看LDP这个协议 LDP这个协议 它是动态的形成邻居关系 并且建立标签的分发的一个整个过程 那这个协议呢 它首先要建立邻居关系 那它建立邻居关系 也是通过哈罗报来建立的 没有意思啊 好,这个协议的本质是一个TCP的协议 BGP吧 对不对 所以说LDP跟BGP协议是非常像的 他们可以一起去理解 但是LDP这个协议 它并没有BGP那么多的属性 那么多选路原则 明白我意思吧 它仅仅是一个TCP646的 这样一个数据封装 它是用这样一个协议 来做标签的分发的 那这么大一个问题 LDP既然是TCP646 它必须要有一个前提 它要建立邻居关系 前提是什么 建立邻居关系的前提是 IGP一定要先通吧 对不对 跟BGP是一样的吧 这个原理跟你还是一样的 IGP不通 你LDP邻居怎么能建起来呢 所以说建立LDP邻居关系的前提 IGP也要先通 听懂了吧 啊 明白明白 OK 建立LDP邻居关系 它的邻居关系 IGP一定要通 第二个问题 那我建立LDP邻居关系 是不是一定要两台直连的路由器 才能建立LDP邻居关系 不一定吗 LDP邻居关系 它中间是不是可以夸多台路由器啊 跟BGP一样的嘛 你不好意思吗 它只要这两个路由器的 还回口路由可达 它们之间就可以建立LDP邻居关系吧 对吧 这个是叫做LDP的练 叫绘画保护 我们后面会讲 听懂了吧 所以这里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LDP邻居要建起来 跟BGP一样 IGP一定要可达 对吧 第二个LDP邻居是可以跨路由器建立的 并不是一定要直连路由器 才能够建立LDP邻居 我说反了 不好意思 这里有一个 认识一下 其实没错 LDP这个邻居关系 它靠两个协议建立的 一个是UDP 一个是TCP UDP是负责用来建立邻居 TCP是用来负责复发条件 是吧 是这个概念 UDP是用来建立邻居 TCP是用来形成这个session 分发邻居 他们都是通过TCP的66段口来建立的 TCP和UDP的66段口 好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通过UDP来建立邻居 TCP来分发标签 他的端口号都是646 对 为什么要通过UDP来建立邻居 TCP来分发标签 并且他建立邻居的主播地址是24.0.0.2 这是什么 24.0.0.2 是所有的路由器节点吧 这个主播地址所表示 应该是所有的路由器节点 明白吧 对 他发哈鲁包的目标IPD是24.0.0.2 用他来建立UDP邻居关系 好 这是一个数据包的封装 看 这是我抓的一个LDP的哈罗包的一个数据包封装 你应该能够看出来 他下层是一个LDP的协议吧 LDP协议应该直接被封装在UGP爆头吧 然后上层是IP头部和以太网头部吧 人报一报 对 这是一个LDP数据包的封装 LDP数据包的封装 LDP UDP 上层IP头部 对吧 OK 那他的 这是一个我们通过LDP的内部的一些字段能看出来 这应该是一个哈罗包 所以他三层的目标IP地址应该是R24.0.0.2 你说啊 UDP的端口号都是66 原端口和目标端口都是66 看到了吗 UDP啊 UDP 所以这个抓包应该很清楚的直观的体现了 LDP LDP 建立邻居关系的三层的目标主播地址是R24.0.0.2 它是通过UDP来建立LDP邻居关系的 UDP的原端口和目标端口都是66 原端口和目标端口都是66 好 那分发标签呢 是TCP 66 OK 那现在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排错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排MPL是错误的时候 对吧 两台的游戏之间 你发现 有邻居但是没有办法分发标签 你觉得什么问题 有邻居但是标签分发出现问题 TCP的646是被NCL干掉了吧 对吧 这个时候你要让它建立邻居 你要放行UDP的66 你要让它标签分发正常 要放行TCP的66吧 所以说你不要紧紧认为放行了 TC UDP的66 它就能够正常的建立邻居和转化标签 邻居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标签会有问题 明白吧 这两种流量缺一不可 对吧 你发现邻居就建不起来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是不是UDP646被干掉了吧 对不对 这也是最基本的 FEL4的LDP的错 OK 我们继续看 LDP的绘画建立 邻居发现通过发哈罗包UDP的Port66 对吧 目标地址24.000.2 建立TCP的连接 由地址大的一方主动建立 地址大的一方主动去建立 好 这个时候就不是随机的了 我们在建BCP的时候 有可能是他先拒建 有可能是他先拒建吧 而LDP的话 它要发起这个TCP的Session 它是由地址大的 去一方主动建立 TCPort66 对吧 好 第一步和第二步 分别在建立邻居和转化标签 第三步 绘画初始化 由Master发出初始化消息 并携带协商的参数 由Sliver检查参数是否接受 如果能发送初始化消息 并携带协商参数 最后发送KeeperLive消息 Master检查参数是否接受 如果这个这个这个 相后这个这个绘画建立 期间收到任何参数 均关闭断开TCP连接 这整个过程都是在描述 TCP建立Session 风发标签的这样一个过程 明白吗 是吧 对吧 这个过程我只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前面两句话 前面两句话 是GUDP端口号和IP地址 来建立邻居关系 TCP地址大的一方 主动发起建立TCPort646的Session 就这两句话 其他不用记 好 基于IP路由的NPS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基于IP的NPS 好了 我们重点是要看这个 重点是要看这个 LSP的建立 LSP路径是由路由协议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这个LSP的建立啊 最终建立LSP 它都是由路由表来决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完完整整的来看一遍 传统的路由的转发怎么样来转化转换到了这个标签转发 从头到尾来看啊 完完整整的来看 就拿这个图来看 这个图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拿这个图来看啊 拿这个图来看啊 拿这个图来看 OK 现在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针对 IP域当中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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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位的这条路由 不是0.0.0.0 我们就用10.1.1.0 1.1.1吧 这条路由 10.1.1.1 这条路由应该在我的 纯IP域当中 能解决吧 纯的IP域当中啊 OK 在没有预行NPR的时候 这条路由应该能传给R4 R4能传给R3 R3传给R2 R2传给R1 听到我意思吗 好 OK R1能够继续往后传 后面有多少 它就能传多少 这是一个路由应该存 应该存在的一个价值吧 对 它就应该传路由的 好 OK 现在 我把123 这个阴影部分 全部运行NPRS 全部运行NPRS 也就是说我所有借口 要去起LDT协议 那建立邻居分发标签吧 对不对 OK 我们假设它所有的标签 都是分发正常的 都是分发正常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在学标签分发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它所有的标签 都是依据IP的路由表来分发的吧 听懂了吧 依据路由来分发的 OK 它怎么分发的 R4 针对于这一条路由分配的标签是19 它会告诉R3 R3 它会针对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是18 它会告诉R2 R2 会针对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是17 它会告诉R1 听懂我意思吗 嗯 R1 也会针对这一条路由分配一个标签 明白我意思吗 假设是16 它也会告诉其他的它的邻居 明白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我描述这个过程是 它的第一步标签分发 它是依据路由来分的 对吧 嗯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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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台路由器都会针对于这样一条路由去分配 它们认为应该分配的标签 独立的 每台路由器是不扯的 每个路由器都可以针对这样一条路由来分标签吧 啊 这第一句吧 然后它分配每个路由器分配的标签 它都要告诉我的邻居吧 我要让我的邻居知道 我针对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是什么 听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是我要去分标签 根据什么 根据路由来分标签 啊 我分配的标签要告诉我的邻居 我的LDP邻居 这个过程就包含了我的邻居建立标签的形成和标签的分发 好 接下来数据怎么通讯呢 看啊 数据包要去往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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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IP约是不是路由引导 引导到了这个数据包到了RE上吧 RE这个时候收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包 目标是去往10.1.1.1 它怎么处理 数据包到了RE上 目标是去往10.1.1.1 接下来它怎么处理 插入标签吧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的是 RE上应该插入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RE上应该插入标签17 把这个包发给R2 为什么插入标签17 好 这个17的标签是谁给它分别的 是谁 R2吧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数据到了RE上 它要插入标签 它插入的这个标签是R2 也就是说我的下一条 针对这条路由给它分的标签 听懂我意思吗 是由下一条的路由器 针对这条路由给它分的标签 插入17的标签 把这个路由就发给我的R2 把这个数据包发给我的R2 听懂了吗 OK 这个数据包到了R2上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纯的MPR2数据吧 R2 它会去看 来的是一个17的标签 我应该给你转换成18 听懂我意思吗 OK 我们来重点讨论 R R2 这个 17转换成18 应该查什么表 LFib吧 我们就要去讨论R2上 LFib表 17转换成18是怎么形成的 是怎么形成的 OK 我们要画 首先LFib表 它肯定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的 没有查到的一张表 叫Lib表形成的吧 是不是 它根据Lib表 好 我来问一下大家 Lib表现在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R的Lib表 Lib表是一个路由跟标签的对应关系吧 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什么样的路由对什么样的标签 现在我只有一条路由吧 因为我讨论的环境是比较简单 现在只针对一条路由 你针对一条路由懂了 你针对一把条路由也就懂了 因为一把条路由是跟一条路由完全一样的 好我们就针对1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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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由吧 对针对这条路由 在R2上的Lib 首先它应该收到了是R3 告诉R2的 说我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是18 听懂我意思吗 对 好但接下来它还会收到R1的 R1说针对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 假设是 假设是X 这个图上是没有列出来的 明白我意思吗 图上是没有画出来 但是它是有的 听懂吧 这样我意思吧 它应该也是有这样一个标签 所以Lib 它应该是用来存放我的LDP的邻居 针对路由 针对某一条路由 所分配的标签 在这一遍 Lib这个表象应该是存放的是所有的 我的LDP的邻居 针对于某一条路由所分配的标签 听懂了 那在R2对于R2来说 我是不是有两个LDP的邻居 一个是R1一个是R3 明白吧 所以说在Lib当中就会存放R1 针对于10.1.1.1分配的标签是什么 R3 针对于10.1.1.1分配的标签是什么 听懂了吧 听懂了吧 是这个意思吧 OK 那Lib已经显得清楚了 那通过Lib怎么样来形成LFib 还要借助一个表象 就是Fib Fib是不是路由表啊 路由表它应该怎么描述啊 去往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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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丢给谁 丢给R3吧 嗯 是不是路由表是应该这么描述吧 去往10.1.1 路由表写得很清楚 对于R3吧 听懂了吗 啊 其实这个Lib还少一个表现 还少一个自己的 他也会存放自己的 再补一下啊 R2 R2自己针对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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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分配的标签是什么 17吧 他自己分的这个10的标签是不是17啊 嗯 是不是17 所以说这个Lib 他会存放自己的和我的邻居 针对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 听懂了吧 好 这个时候根据Lib和Fib 一起最终会形成LFib 怎么形成的 OK 我自己针对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是17 那如果我收到的是一个17的标签过来的话 我要打上我的这个下一条的这个路由分配的标签 是不是18 我查Fib下一条是不是R3 然后我再查Lib 我的下一条分配的标签是不是18 而我自己分配的这个标签17 是不是我的上一条R1 会把这个标签打上发给我 R1是不是打上的17 然后发给R2的 所以对R2来讲 它会形成这样一个LFib 我自己给它分配的17的标签 最终会转换成我这条路由的下一条 给我分配的这个标签 这17转换成18 是不是就形成了 所以它是根据Lib和Fib 最终形成了LFib 明白吧 听懂了吗 OK 好听懂了我们回到这个图上 R2收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包 来的是17 我给它转换成18 这个时候就直接查LFib 把这个数据就发出去了 看懂了吗 能不能看懂 直接发给了R3 那R3这个时候应该查什么 到了R3上应该是一个存标签吧 听懂了吗 存标签它应该查LFib 来的是18 我给它转换成19 19是谁 19是我的R4 针对这条路由给它分 是分的标签吧 R4针对这条路由给它分的标签 是不是19啊 所以说R3会把标签继续查LFib 来的是18 我转换成19 把这个数据就发给了R4 听懂了吗 好了数据包到了R4 R4是一个边界的LSR的路由器 它要在干嘛 弹出吧 对不对 首先到了R4 它应该收到的是一个19的标签吧 听懂了吗 好19的标签理论上 它还会去 来 既然我收到的是一个标签 所以我就会继续去查LFib 再去查LFib的时候 它告诉你 我身后是一个存IP的 没有人再跟我 再跟我去分配这条路由的标签了 没有人再针对这条路由 再告诉我分配多少标签了 所以说就会 就空吧 这应该是一个空 就是说来的是19的标签 我没有一个标签 再去给你转换了 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这时候 这个R4这个路由器 是不是就知道了 这条路由应该要弹出 然后再发出去吧 那弹出的话 就会反过来继续查Fib表象弹出吧 因为所有的插入和弹出都是查的Fib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到了R4会稍微麻烦一点 先查LFib 发现后面已经没有标签可以再打了 所以它再回过头来再查Fib 再把这个标签弹出 把这样一个存IP的数据包发向IP网络 这就是从IP到MP24 再到IP的一个数据包标签插入弹出和交换的所有过程 你记得吗 对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是不是有累赘啊 这个过程在整个交互过程当中 我现在只有一条啊一条路由啊 在最后一条路由器的时候是不是要查两次表象 要查LFib和Fib 听懂我的意思吗 一条路由就要查两次表象 如果我有一万条路由呢 是不是 所以说在整个交互当中 他应该对最后一条路由器 这个角色应该也是相对的吧 对他应该对最后一条路由器的压力 应该是非常大的 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有没有一种优化的方法 能够让最后一条路由器也只查一次表象 就像前面一样 要么查Fib 要么查LFib 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要对他做一次优化 这个优化行为就叫PHP 叫赤墨跳弹出 先看结果 赤墨跳弹出的结果就是 每一个路由器只查一个表象 是不是最后一条路由器直接查Fib就可以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就是他怎么实现的 他是怎么来实现的 OK 他实现的原理很简单 我如果我要赤墨 我如果我要让最后一条路由器只查一个表象 那我应该查的表象就是Fib 因为最终弹出肯定要查Fib才能弹出吧 听懂我意思吧 那也就是说最后一条路由器收到的这个数据包 应该就已经 就已经知道去弹出了 而不用再去查LFib了 听懂我意思吧 OK怎么样来做到呢 他这边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标签 叫POP标签 叫POP标签 POP标签是什么呢 最后所有的最后一条路由器 它都会针对于我的这个10.1.1的标签 像R3也就赤墨跳 这是最后一条 这是赤墨跳吧 赤墨跳就到处第二条吧 对不对 赤墨跳的路由器去分配一个POP的标签 分配了一个POP的标签 而不是普通的标签 这是一个POP的标签 听懂我意思吧 好这个POP的标签 就会告诉R3 那这个时候前面都不变 R1 R2都不变 那当数据包到了R3之后 到了R3之后 到了R3之后 他就会直接就查这个LFib的时候 18直接就把这个标签就POP了 听懂我意思吧 那就是不打标签 在R3上直接 不是原来是从18打到19发过去吧 现在直接就打上这个POP的标签 POP就弹出 听懂我意思吧 弹出之后 那这个数据包继续发给R4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去查LFib了 直接就查Fib就发出去了 听懂我意思吧 OK 那这个POP到底是有标签 还是没有标签 这是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POP标签 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标签 它是一个有标签的 特殊的标签 我们刚才说每一台路由器 能分二的二十四方个标签吧 对不对 它这里面有0到15个标签是预留的 是用来做特殊用处的 也就是我们在分标签的时候 一般都是从16开始往后翻 听懂我意思吧 一般都是从16开始往后翻 0到15的标签是被预留下来的 现在要讲一个特殊的标签叫3 特殊的标签3就是POP标签 就是POP标签 好了 用这个特殊的标签来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现在最后一条路由器都会针对于四末跳分配这样一个POP标签 四末跳收到了这样一个目标路由的这样一个数据包 要重新再压入标签的时候 它会打上这个POP标签 POP标签也就是会打上POP3吧 对不对 会打上3 它会把这个标签由18转换成3继续发给我的R4 那当我的R4也就是最后一条 我只要收到了一个POP标签是3的 它就不需要去直接查LFIB 它直接去查FIB就可以了 听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这相当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一个动作 我只要收到了标签是3的所有的数据 直接去查FIB标签弹出 听懂我意思吗 会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标签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标签就叫POP 听懂了吧 OK 这个标签就叫POP 这个标签就叫POP 这个扩展的话 叫标签值为0 标签值为0 也就是在做QS的时候 这个就当做一个扩展吧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 以后再讲QS的时候 或者说 QS当中应该会有涉及到吧 在实施QS的时候呢 在最末一条必须携带EXP位 也就是说这个路由器一定要携带标签的包头 因此标签不能够被弹出 所以呢 要用标签为0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两个特殊的标签 一个是0 一个是3 一个是0 一个是3 听到吗 OK 这段话可以记一下 对 运营商的话 他有两种方式来说 代化保留 要么是 如果是 直接他的这个 是的 是的 呃 运营商的话 他有两种方式来说 代化保留 要么是 如果是 直接他的这个 对 是的 你是说 如果是 是申请他 去买他的几兆 几兆代宽是吧 他不 他不是用的QS 他有自己的一个 代宽保留的 这样一套设备 对 对 如果MP24的话 他有自己的这个 MP24就很简单了 MP24 他就 你保 他能够保证 他你申请的多少 他就能够严格保证多少 对 MP24这个技术 MP24这个技术 呃 然后继续 看 PHP 说到这里啊 PHP这个优化动作 是自己 自己完成的 叫自动的 自动的完成 PHP这个过程啊 分析的这么复杂 也就是说我要不要去开启 这样一个优化动作呢 不需要 他自己把你完成的 他自己把你完成的 对 只不过在做QS的时候 要把 要换成一个特殊的标签为0的话 你要打算这句话 叫MP24 LTP的 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一个动作 是既能够保证 PHP又能够在 QS的情况下 去利用你的任何QS策略 也就是在QS的情况下 你最好打上这句话 在于QS的时候 打上了这句话之后 就相当于把原来的特殊的标签为3的 由特殊的标签为0来替代了 好 还是刚才那个图 ABCDE 多了一台 对吧 ABCD还是在MP24域当中 E在IP域当中 我们现在讨论一个异常的情况 异常情况是什么呢 异常情况是这个 首先我们来看下面注意点 我们现在讨论的异常的情况是 如果在我的MP24域当中发生了聚合 就是发生了汇总嘛 对不对 发生了汇总 对MP24打标签会不会有影响 大家想一想 因为我现在MP24所有的标签 都是依靠路由在打的嘛 明白我意思吗 都是依靠路由表在打标签的 如果我现在发生了汇总 是会不会有影响的 OK 好 我们来考虑一下 在 还是针对这个10.1.1.0-24位的 这个IGP的路由 对吧 在这边 应该在这边 好 当这边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动作 我在R 这个C上做了一个汇总 我把原来-24位的路由汇总成了-16位的路由 听懂我意思吗 汇总成了-16位的路由 那也就意味着在C的左边 这条路由都是-16位的 在C的右边这条路由都是-24位的 是意思吧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 左边针对分标签的路由是-16位的 右边针对分标签的路由是-24位的 这个时候数据转发会不会有问题 会不会有问题 会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 那我们就来看 一旦在C上做了汇总之后 我的明信是不是会被抑制掉 对不对 会明信会被抑制掉的时候 那C针对我们关心的这条路由应该是针对16位的路由再向B去分标签吧 听懂我意思吧 听懂我意思吧 OK C针对于16位的路由向B分了个标签 B针对16位的路由向A分了个标签吧 明白我意思吗 好了在右边 右边因为是不受汇总的影响 D在针对分标签应该是针对24位的标签在分吧 听懂我意思吧 对不对 D应该是针对24位的标签在分 好了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数据包到了A上 先押入标签 押入标签查的是哪一条路由押入的 -16位的还是-24位的 16吧 肯定只能查16位的路由来押入标签 听懂吧 好押入标签那到了B B时候上面说来的是什么标签转换的什么标签 他这所有的查找都是针对16位的在查吧 到了B上 B数据包发给C的时候 C上 C上左边是16位的标签 右边是24位的标签 明白我意思吗 C上首先 C上做汇总的话 C上有没有明细 首先有没有汇总如果做汇总的话 有汇总吧 对不对 有汇总的话我们就不考虑他有没有明细了 他有汇总的话 那这个时候C再继续做标签转发 是不是应该还是查16位的汇总 来的是一个16位的什么标签 应该转换成 呃 身后给我分的16位的标签吧 但是身后有16位的路由分配来的标签吗 身后分的是24位的 能听懂吗 对不对 所以标签到这里就停掉了吧 标签转发到了C上就发不下去了 听懂我意思吗 就发不下去了 就会断在这里 就会断在这里 OK 这是一个汇总对标签转发的影响 但是下面有一个注意 当你做汇总对员标示的影响呢 只有在打上多层标签的时候 才会出现标签黑洞 这个我们叫他标签黑洞 当你打上多层标签的时候 才会出现标签黑洞 好 单层标签的时候 路由器查找到IP爆头的时候 会继续查找FIP表象 插入IP头部的目标IP地址 给我分配的下一个标签 好了 我们先讨论 如果是一层标签 就是纯总标签转标签 到了这里还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好 到了这里 到了C上 准确来讲 应该到了B上的时候 这个标签就应该被弹出了 对于16-16位的路由 C是最后一条路由器 B是赤墨跳路由器 刚才有聊过说PHP赤墨跳弹出 B上的时候这个标签就应该弹出了吧 弹出了之后发到C上的时候 C上可能再去查路由的时候 他就不是查16位的了 因为他查16位的C上也没办法查到 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这边24位 这边是16位 数据包发到C上之后 他查16位的是没有办法继续转发了 只能再查24位了 对不对 就相当于到了C 就重新从一个IP域进入到一个MP24域 明白吗 重新由一个IP域进入到MP24域 这个时候在C上所查的路由 就不是16位了 因为他查16也查不到 只能查24位吧 所以说又重新基于一个新的路由 再查标签 然后插入 这时候C上就会插入吧 就插入一个新的标签 这个标签就是我们刚24位的标签 听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说在单程标签的时候 做了汇总 无非就是标签 到了这个汇总路由器上之后 弹出掉之后 重新再插入一个新的路由的标签 继续转发 你不好意思吧 单程标签啊 对不对 因为你一程标签的话 标签包掉之后 漏在外面的还是IP抱头吧 对吧 那IP抱头 这不是很好解决的事情吗 你既然漏在外面是IP抱头 那我继续在查你的这个IP抱头 是不是去往哪个目标IP路由的 我再基于这个目标IP路由 再查路由表吧 对吧 我能查到什么路由 那我就插上这个 我身后的这个路由器 给这条路由分配的标签就可以了吧 对吧 这个过程就跟在这里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插的是16位 这里插的是24位 这是一层标签 为什么两层标签的时候会有问题 两层标签就不一样了 两层标签也就是说在16在这里插的时候 它有一个内层标签 有一个外层标签 听懂我意思吧 好 这个包还是发到了C上 发到了C上 外层标签应该是发不下去了吧 就是没办法继续再封装外层标签了 因为就断掉了 跟刚才分析过程是一样的吧 刚才外层标签没有办法封装的时候 它漏在外面的应该是一个IP抱头吧 而现在双层标签到了C上漏在外面的是一个内层标签 而不是一个IP抱头 IP抱头还在后面 听懂吗 嗯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这个内层标签让我这台路由器 我认识谁啊 明白我意思吗 这个内层标签只有几个路由器才会去识别内层标签 明白是吧 只有它和它 说白了也只有NPL是边界的路由器才能认识内层标签 明白我意思吗 而我现在到了C C不是一个边界路由器吧 它是一个中间的LSR吧 所以它不认识内层标签 而且它也看不到内部的IP头部 所以这个包就会被丢掉 听懂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错 要知道汇总为什么对双层标签有影响 而对单层标签没有影响 懂这意思吗 因为 双层标签在这个路由器上漏在外面的是内层标签 内层标签对于这台路由器来说是不识别的 而单层标签在这个路由器上漏在外面的是IP头部 IP头部 我可以继续去查找这个IP头部的目标IP 继续插入新的标签 这就是为什么单层能通多层不能通 听懂这意思吧 我们可以通过实验 我们后续会通过实验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下面这个注意点 你要记清楚 它不是针对所有的汇总 不是针对所有的情况都是有影响的 它仅仅只是针对多层标签的时候会有影响 好了这个标签的交通过程我想再跟大家过一遍 这个过程相对来说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描述的那个过程 如果通过图更形象 OK看这个图ABCDE 对吧总共是五台路由器 ABC和E 这个时候全部运行在NPS D运行在IP网络 我们针对X这个网络 在ABCE上去形成NPS标签是怎么收敛的 看啊 首先得运行一个IGP 这个毫无疑问 得把X路由传给这四台路由器吧 对不对 OK那这四台路由器运行了NPS之后 他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个路由转换成标签吧 转换成标签的过程就是那三张表形成的过程吧 OK我们看这三张表 首先在路由器A上 他有一张路由表去往X 他的下一条应该丢给B吧 在B上去往X丢给C吧 在C上去往X丢给D吧 这个是路由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在E上去往X丢给C 这就是纯粹的一张路由表 能听懂我意思吗 OK路由表形成之后 A的FIB表也形成了 FIB表画得很清楚 去往X丢给B吧 是不是跟路由表长得一模一样 好他比路由表多一个地方 他能插标签路由表不能吧 我刚才讲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FIB他应该有 路由前缀 下一条和标签 这个标签位就是用来你可以插入的 OK好继续看 好到这里 在B上形成的FIB 去往X丢给C 他这个也是有一个标签位的吧 对吧 OK这是一样的 OK继续 接下来我们看FIB形成了 那随着LDP的邻居的收链 接下来B上会罗列出LIB吧 在B上的LIB表现是什么 好B上的LIB是 我针对于X这个网络 我本地给他分配的标签是25 是不是要存放我分配的这个标签是什么 还有我的邻居分配的标签是什么吧 对不对 现在只存放了我的 能看到吗 对吧 我可以继续看 继续往下看 好继续 好在A上 是不是也看LIB 针对于这个X 我分配的标签是12 我的邻居B分配的标签是25 记得了吗 因为刚才B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分配的标签是25吧 他会把这个标签告诉A吧 对不对 明白吧 所以说我们在A上看到了 邻居B分配的标签是25 而我自己分配的标签是12 明白我意思吧 OK 而这个时候C上他应该也会知道X网络B分的标签是25 因为B也会告诉C也会告诉A吧 A这个时候也会告诉B吧 明白我意思吗 对不对 OK 那E上也是的 E上也会收到针对XB分的也是25 也就相当于他只要分配了这样一个路由的标签 那他都会告诉他所有的LDB 这样的话A C E都能收到吧 好 好看 这个时候 我来了一个去往X的数据包 我到了路由器A 他应该要丢给谁 FIB告诉他要丢给B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插标签 插B给这个X分配的标签是不是25 所以这个包到了路由器A 他要插FIB 插FIB的目的 是要知道下一条到底是丢给哪一台路由器吧 然后才能够插入这一台路由器 针对这个路由分配的标签吧 听懂了吗 所以说查FIB 确定分配的标签是什么 这个数据包就发给了B吧 明白吗 OK B上说A来的是25 我要给他pop 就给C 这是一个LFIB吧 对不对 因为对于X这个网络 对于X这个网络 B应该是我的赤墨跳吧 是这个意思吧 B应该是我赤墨跳 C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套吧 所以 B上应该会做一个pop 然后数据包发给C C的话直接就直接查FIB就发出去了 B的话直接就去查FIB B就发出去了 看懂吗 这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C上的话针对于X B分的是25 自己分的是47 嗯 那这个过程我看看 C C告诉B和E 说47 我分的是47 C S47 这个过程应该在后面 C 47 弹出 丢给D 有点乱 好 应该到这儿了 看这儿 这边要强调几个东西 我们说了啊 所有的路由器 针对于这个路由分的标签 都会通告给我的所有的LDP邻居 所有的LDP人群 只不过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 这个X网络 到底在B上要不要弹出 我给大家讲两个 两个概念 第一个 所有的刺墨条弹出 也就是说 所有的PHP的刺墨条弹出 它仅仅只是针对于 最后一条路由器上的直连路由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 它针对的是直连 什么意思呢 如果 CD这个网段是45网段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在这边要去往45网段的时候 那我的B就是我的刺墨条 这个时候它才会发生弹出 明白我意思吧 如果是非直连路由 比如说像我这里的路由 我现在X网络 并不是这个最后一条路由器的这个直连吧 我中间还夹了一个D吧 D的话是我的存IP网络当中的路由器吧 对不对 那这个路由 再传递给我过去之后 路由往这个X方向去流的话 那弹出还是在C上 听懂我意思吧 还是在C上去做弹出 不是在B上做直连条弹出 对不对 它仅仅只是针对边界的LSR的直连路由 像这种就不是直连路由 这种东西是肯定没有办法去做次摩超弹出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所以我们刚才在这边看到的这个弹出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应该是这样的 在B上 LFIB来的是R25 转换成47 47是什么 就是C遇对这条路由封闭的标签 把这个标签再发 把这个数据再发给C吧 然后到了C上之后才会泡 看到了吧 到了C上之后才会泡 OK 那既然这个图在这边 那我们就再继续研究这个图 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 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 就这个图 一会我们会做这个实验 讨论这个 我们来仔细讨论一下 五台路由器还是针对X网络 对吧 在这里的话 A 数据帮往这边流的话 去往X网络 它有两条路径 要么是A B C D 要么是A B E C D 听懂我意思吧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所以当我A B C和E都运行NPS 都去运行NPS A B C E 运行NPS 那我问你 默认的这个标签路径 应该是哪几台路由器 也就是数据帮 是往这边流的话 去往X网络 它的标签转发叫LSP 应该是A B C 过去了吧 应该这样走吧 OK 这是我们第一种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会来验证 是不是这样子的 第二种情况下 第二种情况下 OK 第二种情况 当我这条链路挂掉了 B和C之间的链路断掉了 它的LSP的路径是什么 能不能切过来 能不能LSP的路径能不能切下来 LSP的路径 可不可以切下来 当我的这个路径断掉之后 它的路由表是不是要发生变化 路由表发生变化 那我的LIB是不是要发生变化 我的FIB是不是要发生变化 随之阿连 那我的LFIB是不是也要发生变化 那是不是路径是不是也可以切下来 所以说第二种情况 我们来讨论B和C之间的路径被DOWN掉 它的LSP路径的速度切换下来 没问题吧 好第三种 第三种这样子 我B和C之间不去运行MPLS B和E之间要去运行MPLS 也就是说这个链路我没有断 但是我不运行MPLS 那我问你 数据包在往右边流的时候 它的路径应该怎么走 是从上面走 还是从下面走 搞清楚啊 B和C之间 是OK的 但是呢 是不跑 没有MPLS 这时候的路径 应该是从上面走 还是从下面走 听得懂吧 你觉得应该从哪里走 是A B E C D 还是A B C D 这里这个路径是没有MP 这个路径但是没有断啊 它不跑MPLS 它的标签交换是怎么交换的 猜一下 是从这里走还是从这里走 从B C走是吧 是吧 我真正的标签不是A B E C吗 而且我这四台路径都在MPLSS域当中 既然在MPLSS域当中 我为什么不沿着MPLSS的路径去走 不一定是直连 不一定是直连 现在跟直连没关系啊 不一定 不一定是直连 我说LDP啊 LDP现在建邻居是通过UDP建立的 B和C之间 也就是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我就不去运行LDP啊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B和C之间是他们去建立LDP 只可能是这样子的 B和C之间就没有运行 也就相当于这条链路就没有标签 这条链路也连标签都没有 真正有标签的应该是A B E C 好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搭一下 我们来验证我们刚才的三个问题 好 好 嗯 嗯 看啊三台路是123455 应该是1的0-0 2的0-0 3的0-1 2的0-1 2的0-1 3的0-0 2的0-2 4的0-0 对吧 然后3的0-1 接的是4的0-1 然后3的0-2 接的是5的0-0 这个简单就不贴了吧 我先为你的来说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我的手 我先试一下 这一句 你试一下 有点 有点 1 2 3 4 1 2 3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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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4 1 4 4 1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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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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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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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